其實我們鄉民目前就是說 因為這次的水災很嚴重 大部分都怪罪在河川整治上做得不太好 其實長期以來 我們無封村從來沒有淹過那麼大的水 加上我們這次淹水的程度 也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我是希望政府能夠補助我們這些 一些受害的那個養殖業 包括我們家鄉能夠做一個很好的重建計畫 但是這個計畫要怎麼做 應該要由中央跟政府這邊要有實際的配套措施 跟他的詳細的計畫去完成 而不是不要有中央跟地方 有任何的那個溝通方面的 並沒辦法聯繫 那這樣子的話對我們鄉民來講 說真的是一大的很大的痛苦 因為藍綠之間的問題 然後又要這些民眾來受苦受難 我們現在是在嘉東鄉 當然災民一直要強調一點 就是嘉東鄉的災情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到目前為止 希望政府可以有更多的力氣 來幫助這些災民們充建家園 以及整個養殖業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另外陳小姐剛剛也談到說 河川治理整個水的管理的問題呢 拜託中央跟地方能夠一起攜手合作 我們再把現場交還給台北 看看到底這些問題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好的 慶聰 剛剛蔡民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希望說這個中央跟地方 能夠同心協力 事實上在節目之前我們談到就是說 其實也會有個憂慮 這個補助是要從中央往下到地方的 那是不是真的能夠發出去 或者他在執行面上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老師 目前為止 依照現在農委會漁業署的相關規定 會透過地方縣市政府的鄉鎮施工所 然後勘災確認以後 造冊送到農委會漁業署 然後再進行撥款 那我們目前為止 比較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地方縣市政府在 從造冊到撥款的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很有效率的能 盡速的去協助勘災 所以漁業署基本上也把原本的漁業的申報人員 也通通從原本就是去查報 做整個漁民調查的 通通再發回給各鄉鎮施工所 來協助相關的申報 那主要擔心就是人員的不夠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漁業署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就像剛才受災的陳小姐所說的 其實我們在養殖油溫上面 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們怎麼樣把相關的進排水道 還有就整個統一供應的海水 和排水這樣子的系統能把它做好 我們以前曾經包含所有的養殖物都會說 為什麼我們在抽養殖用水的時候 要拉很長的管線 就是這管線可能會影響到排水道 或進水道的流暢度 那未來包含就是在這次的重建計畫裡面 整體要包含把不僅是高雄縣 屏東縣還有高雄縣等 所有的相關的海水的統一供應站 或進排水道 能透過這次的災害 能有一次完整的一個規劃 和重新的一個整建 這可能對未來的養殖漁業的發展上面 其實是一個正面性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比較擔心的還是 是在我們養殖業者的人力問題 目前為止 養殖業者基本上都是小魚小農 所以他基本上都靠的 就是基本家庭的一些能力 如何可以有效率的 趕快迅速的把養殖師清理乾淨 我覺得這個是當務之急 那我倒建議政府應該 趕快加勤調派我們的國軍乾兵 如何去協助目前為止大概在 不管是臨邊溫風加東這幾個地區的 怎麼樣把污泥可以迅速的清理掉 然後迅速的去做相關的消毒工作 不僅對養殖業者迅速能復工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以外 同時對於公共安全衛生上面 因為漁業署已經開始在調集 漂白水和生石灰 那這個是我們養殖業者 平常在對養殖環境上面的清理上面 是最好用 而且對環境上面的負債和污染是最低的 那養殖的地區上面 因為人口畢竟密集度不是那麼大 因為周遭都是養殖池 如果趕快清理完畢 能把生石灰或者是漂白水能送到 我想這個不僅對養殖業者 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對公共環境衛生上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 但是剛剛也提到一個憂慮 就是說原地來重建 這個堤防如果再垮一次那不是 其實這個也就像主持人所說的 把重點已經點破 因為一個堤防的重建 基本上是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這個是隨土保值 或者是像土木工程相關的專家 可能必須要趕快去找尋相關的因應策略 來盡速看在最短的時間 我們現在只能拜託天公 不要再給台灣另外一次的打擊 希望不要有颱風來 那讓我們可以好好把相關的堤防 剝花可以處理好 這個我覺得 漁業署或者是農委會的水土保值局 他們基本上已經開始在做 這不是我們養殖上面的專業 但是有一點 如何迅速的趕快清淤很重要 因為進排水道都已經堵塞了 如果再一次下雨進來的話 或者是豪大雨 原本具備的排水功能排不了 原本進水功能已經堵塞了 所以很可能會有再一次的潰題 這是必然的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盡速的清淤這個效率其實非常重要 對於我們養殖業者 是 所以您在現場有看到說 這個清淤的動作真的可以有辦法找到人家來協助他們嗎 坦白說很難 因為實在很難釣到 另外一個就是 目前南部地區急缺的包含就是 山鳥 就是我們小型的挖土雞 這些其實包含養殖物想要釣都釣不到 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像剛才畫面裡面有養殖業者說 其實屏東的養殖池主要還是以水泥 足得比較高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養大型的石斑魚 所以每一尾石斑魚的價格可以超過一萬兩萬 可是大型的基仔很難下去 所以只能靠小型的挖土雞 那目前為止大概在現場南部 包含鄰邊加東這個地區 最缺乏的就是相關的器具 如果你靠一個人拿著臉盆 或什麼這樣去挖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是 所以我們真的發現 其實在整個南台灣 這養殖業者 它所面臨的問題 絕對不是他個人可以解決 當然也希望相關燈位 不要只重視這個媒體 看美光燈聚集的聚焦的地方 我們最後當然也要請這個院長 再提醒民眾 我們目前如果還在瘦人中心 還在災區 民眾怎麼樣能夠自保 讓自己不要身體受到傷害 我想最重要就是 如果有自己有發燒不舒服的話 一定要主動跟這個政府單位講 那如果你旁邊周遭人有這樣的話 你要提醒他 那最重要就是要做好自我保護 我剛一直在強調就是這種空氣 肥沫傳染的疾病很難預防 那最重要就是 我要再一次呼籲就是 我們政府趕快把這些 這些聚集這麼多人的收容所 要盡快把它分散掉 不然的話在新的這個9月10月 我個人是很憂慮 這個很難避免這個大型的重區感染 是 這個災區的重建 真是欠頭萬虛 還有很多事情 很多困難需要我們去面對 那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災區的重建跟救災 也請您繼續鎖定有話好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